就是这块位在暖暖区暖暖街379巷和暖暖街505号转角处大约100坪左右 可以停放大概30辆汽车 已经让当地居民用来停车2、30年的空地 最近却传出国产署要收回 并且要设置车档 避免汽车再进入 让当地居民非常关切 也惊动了包括市议员林敏勋、联恩典、林佩祥 以及陈冠宇四位市议员 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以及当地暖息里长詹凯杰办理会刊 要求市政府想办法和国产署协调 务必留下这块属于停车场的用地 未来继续让民众无偿使用 或是规划为收费停车场都可以 这个市府可以拿着无偿拨用之前 是不是要请 还是要请区公署这边 跟国务财产署继续沟通说 体恤现在的民情 不要让这个停车空间变成是说 一个让民众跟公部门去对立的一个态度 尤其国务财产署他们是为了 审计室为了要检讨 所以说是把这个时期 直接片面的决定要把它封起来 而没有考虑到当地的实用力 这样的做法其实 永远是 把这样子做的 无客人用力 我们是希望说看是不是能够由市府这边 来跟这个国安署这边来做商量 既然在检讨了 那我们要检讨之后 那是不是就把原本大家停的比较 没有一个规范的停 那我们不如就像里长所说的 我们把它画隔画好来 整个设备做好来 把它变成是一个收费性的停车场 然后来让这个民众可以继续停车 那不然像刚才其实上非常远讲的 如果这个把它封闭 一封起来 大概这里面会有30台车的车辆 大概就会往我们这个 通事街26巷 我们379巷 以及我们这个 整个暖西里这边来做停放 那停放之后就会造成 我们整个暖西国小周边 正好好巧 周边的这个停车压力的问题 就是至少停车数量 你们算完那个面积 大概98坪100坪左右 算完出来之后 一定可以把数量给比较精准抓出来 所以这个再麻烦后续 就是停车压力先算出来之后 再来跟地方沟通 不然地方产坛可能会不小 那后半段其实有地方 也要特别跟江东处讲是说 因为其实整个暖南区长起来 都缺乏停车场用地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后面再做检讨 或是包含是公有地的 就是联合开辟这件事情 希望停车压力这边可以继续努力 这个停车压力这边 跟这个管车压力这边联系 看怎么样来 第一个先把它缓下来之后 那后续的要怎么样 把这边用停车压力的方式 来开始进行 我想这样比较 会比较快一点 机动市政府交通处强调 会积极协调争取留下来 作为停车压 市府也会积极赶快来 跟管车压力协调 那大概会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长期的部分是做 可能会做朝收费停车厂去做处理 但是我们会尽量跟管车厂去争取说 在还没有收费 就是现阶段到收费 继承 收费停车厂之前 能够保持现况 让居民来尽量能够来停放车辆 那在停车厂做好了之后 再来做回归停车厂使用 一块停车空地传出要收回的问题 四位市议员立刻办理会刊 也看得出来暖暖街 汽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情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 太后 我先去看看